這次的中區大型真材線上博覽會是我們連城首次舉辦的部分 因為考量我們當天的學員登錄人數有上百位 所以我們特別在營運中心的部分 有使用的多種的線上直播軟體跟六台Server級的主機 最主要也是要確保在整個活動的運作上面是能夠順利進行 我覺得說連城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會給我們這些學員學習成長這個機會這樣子 想像如果說他們每個方向都很清楚 我們連城也很用心的知道他們方向在這個地方 給他們最適合的這個課程跟學習機會 那麼一份工作中熱情會是最重要的 當你的特質那也是你喜歡的工作 你才會有很高的熱情 我覺得他有些東西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他的文字內容該如何表達 可是我可以透過這次的線上見證 我就可以很清楚讓他知道他要表達該如何表達 我也可以很清楚知道說他缺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跟我們的履歷診療是可以相處相成的 我們會很常看到其實有些人真的蠻不錯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他沒有寫出來 或者說沒有講出來 就變成說面試官可能花很多時間慢慢的去問你 慢慢的幫你挖 幫你挖 挖出你的專長來 這可能會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之前都是實體的那種面對面的面試 第一次也是這樣子去跟視訊然後跟面試管面也是這樣子 覺得還蠻特別的經驗這樣子 我覺得視訊其實也還不錯 因為可以看到學員分享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履歷資料畫面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所以視訊上的話也比較可以就是在自己的一個空間裡面去做面試動作 很謝謝聯繩電腦就是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學員提供給我們企業 讓我們企業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求財的一個廣告 可以去搜尋這些不管是有Python還是Java經驗的求職者 那我覺得整體的一個 求財的一個部分都蠻順利的 蠻特別的一次經驗 因為一次面試很多兼廠商 前面一開始早上就是有講座就是幫助蠻多的 講師有告訴我們就是面試注意的事情 然後還拿他們自己的經驗來跟我們分享 就學到蠻多東西的 我幾家是我自己在到工作的時候就投過 可是都沒有下文 也是借助這一次的政裁會 了解到說就是為什麼之前投我的面試會沒有下文之類的 沒有相關經驗也沒有關係 就是不用這麼沒有 就是不要那麼沒有自信 因為已經學過一陣子了 所以可以有自信認真的分享自己的作品 那把自己的優點顯示出來 讓主管主考官知道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每個人畢竟都是從不會 從陌生訓練到熟悉 那當然這個都是要一定的時間 才能駕輕就熟 但是只要你有一顆熱忱的心 還有願意再向上學習 我覺得職場上永遠不會找不到工作